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17世纪荷兰的绘画 我取的题目是自然的镜子还是道德的面具 这也是一个贯穿我们这次分享史中的一个讨论的基调 先看一下整个分享的脉络 其实纵观公元纪年以来 历史上是有过不少伟大的时代或者说是伟大的民族的 但是我们去细看的话 这些伟大的东西有些代表的是过去 就是它自己是他们本身制度和模式的一个巅峰 最典型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路易十四太阳王算是一个典型 但是有些它其实不是代表了它过去时代的极大城的巅峰 而是它像从未来走过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未来的讯号 我觉得荷兰黄金时代的荷兰就算这种模式 17世纪的荷兰在我看来到目前也都是一直一个被低估的存在 这块我不去讲一些非常宏大的东西 我只是讲谈过去400年以来 我感受到的17世纪荷兰的这个黄金时代的几个小的例子 比如说呢第一家联合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呢 它是在1602年成立的就是已经过去了400多年 我在学这个公司法就是学相关制度法的时候呢 老师曾说过他说公司这个制度其实是人类近几百年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那我们一般讲发明就会讲科技发明 很少去注意这样的一种制度方面的一种发明或者创设 因为公司呢它其实呢它是创设了一种人 就是一种虚拟的人就是法人的概念 它给了他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合格的主体 用这个虚拟创设的人来参与经济活动当中的 扮演着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当今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我去成立一个公司 但实际上这个公司制度的本身对经济也好 对法律的发展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能够被列为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这个其实是会被我们很多人去低估的一个东西 除非你去搞相关的制度你会比较留意这个事情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去那个荷兰去当时去参观的时候 达姆斯特丹就是看到他们那个证券交易所 然后呢再去追溯才发现这个证券交易所 它其实在1609年就成立了 也是在400多年前 就是如今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依然非常活跃的 或者说引领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资本运作和操作的一个平台呢 其实荷兰在400年前就创设 当时我记得我坐在门口那个台阶上 就是沉寺了两久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新的一个东西 别人已经玩了几百年 而且呢在当今的世界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史上 还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也不过时的作用 这一点对我是第二个非常深的触动 因为这种股份的交易呢 它其实跟公司制还是有不一样的 就有了它之后呢 让这个公司制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或者说你的这个owner这样一个权利 它能够进行一个交换 就让这个东西呢 本身它更脱离的人的存在 而变成了一个独立的 就类似货币这样的一种独立的资格的一种存在 所以说其实这个证券交易的这个平台呢 它又是跟公司制更向前一步 而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 第三点让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呢 就是我在荷兰得到的 而是在日本得到的 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年去就比较喜欢逛那个 旧书交易市场 就逛了很多的京都和东京的古书 去那个旧书店的时候呢 我就惊诧地发现 它除了中国就是历来的这些重要的古籍 包括李白啊白居易啊 他们都是非常喜欢 有很多这种汉语写成的书 就除了中国以外呢 第二多的一个东西竟然都是蓝学 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就提醒了我去查 才发现呢 日本近代发展史上 当然中国更多是古代的影响 但近代发展史上 整个日本 那时候江户幕府是这个 也是类似我们闭关锁国嘛 它在为二开放的外国人 一个是长久以来 就是老大哥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荷兰 所以说呢 当时江户幕府时期 日本所有对西方的制度 医学啊像建筑啊 地理天文 动植物 航海等等这些 一切我们现在理解的 先进的科学和制度的 学习习德 都是从荷兰人这里来的 所以它相当于是 东方人就是认识 西方的一个窗口 尤其在日本体现的很明显 就是在长期那边规划的口岸 就是中国和荷兰 所以说呢 日本的他们所谓的 西方的这个学习 在那个时候历史上 都一直被称作蓝学 这个就是我从日常当中的 三个小点去认知 或者感受到 四百多年前荷兰的黄金时代 至今对我们仍产生的影响 那在这个一种横空出世 就是它就像烟花一样 突然间就是极其绚烂 然后甚至其实还不到 一百年的时间 就马上就有点烟消云散的感觉 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超前的存在 我就很好奇 它对艺术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人们 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艺术 那进一步 这些留下来的艺术 在我们当今现人看来 它又反映了那个时代的 一种人类的一种 什么样的集体意志 或者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这就是我来探索 这个17世纪的荷兰的黄金时代的艺术的一个契机 或者说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原因 那我这次的分享也是把它割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讲17世纪的黄金时代 它是如何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第二讲呢就是把伦伯朗是单拎出来 因为他们其实两者很难融合 伦伯朗他这个人的脚步太快了 他在他的个人艺术生涯的初期 其实是非常迎合当时那个时代的 但是很快呢 他就和时代渐行渐远了 如果说荷兰在当时的世界 是一个异类般的存在的话 那伦伯朗其实在当时的荷兰 又是另外一个异类般的存在 所以说呢 这次就是先讲荷兰如何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第二讲就会讲 伦伯朗是如何决绝地抛弃了他的这个时代 所以就是这样来划分这两次分享的一个逻辑是在这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7世纪荷兰的一个基本坛 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一直都认为 它是一个横空初世一般的存在 但是还是想试图去寻找一下 这样一个烟花般绚烂的王朝的根基 其实这个地区呢 它在向上追溯它的一个存在形态呢 可以追溯到12世纪兴起的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实际上是在德国的北部汉堡这边 他们为核心在整个这一片 就是北海波罗地海这些区域的一个商业的联盟 它是一个由贸易驱动的一个城市的联盟 而不是国家这样形式主导的 这是它商业形态存在的一个根基的追溯 但15世纪呢 这个整个滴滴地区就被伯根地呢 通过联姻 它纳入到了一种宫廷体系 并且在这种宫廷体系的系统当中呢 去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 我这一页PPT呢 是我们上次在分享15世纪北方各国的时候 来分享过的 大家可以大概看到 伯根地在这里 他把这边地利国家呢 就通过联姻进行了控制 上面这些四位呢 其实也能看到他一定的艺术的形式啊 就是这个时候存在的这几个公爵 菲利普 勇敢的菲利普 然后这个无谓者约翰 好人菲利普 和最后这个大胆查理 这是当时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绘画的一个背景 这个时代的绘画呢 最大的特点 当然我们之前分享过 就是写实 这是当时的两个这个 祭坛画或家庭的这种小的这种 祭坛画的主人公 就是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对人物的刻画呢 其实已经非常的写实 而且他的细节 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这都是我从一些话里面放大的这些细节 是非常不同于中世纪 当时一个重大的突破 也就是近些 一贯以来被大家忽略的北方文艺复兴 但近些年来呢 就是关注的学者 讨论的人非常的多 就又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包括他们技术上的一些突破 比如说从既往以来的淡彩画 像油彩画的一个这种技术的突破 这些呢 都为17世纪的黄金时代呢 进行了铺垫和伏笔 接下来看第16世纪 16世纪呢 实际上最大的一个 从政治上来说呢 最大的一个可以讨论的人 就是查理武士 查理武士呢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 但是呢 去年我看了一本《查理武士传》 很厚 一千多眼 看完之后 我突然对当时那个时代 有了一个更加丰富 更加形象跟立体的认知 查理武士呢 他其实的一个背景是这样的 他虽然说名义上 或者说我们事后 对他最大的开口 是神罗的帝国的国王 皇帝 但是呢 他是从他奶奶那儿 继承了低地国家 从他爷爷那个地方 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 从他外祖母那里 继承了西班牙 当然过去是没有西班牙这个概念 他叫阿拉贡 卡斯蒂利亚 还有西西里 纳布勒斯 还有萨丁 包括他们征服的这个美洲 他是所有这样的一些国家 或者说王室的一个统称吧 就是我们现在换的一种说法 然后他从小呢 其实并没有跟父母去一直在不停的这个领地当中去 去沦守啊 他是被留在了地地国家 由他的姑姑带大的 所以虽然说他的领土的 大部分的地区呢 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地地国家相比来说 在面积上是很小的 但他呢 从文化上 语言上 实际上他从小接受的就是地地国家的教育 查理武士 他自己的一个评价 在他临终前 他说的是 我的人生是一趟漫长的旅程 这种说法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说 人生是一趟漫长的旅程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他是一种 非象征的形象的说法 因为查理武士的一生 实际上一直都在旅行 这种旅行呢 跟我们理解的旅行不一样 比如说他要从他的地地国家 去西班牙 这也是他的领土 他要么就要走海路 走海路呢 其实一年 他是刮两次季风嘛 他必须要趁合适的季风的时候 才要经过漫长的 还有凶险的这样的漂泊 才能到他的西班牙领地 要么就要走陆路 走陆路呢 就要经过他的这个政敌 就是一生的敌人 这个法国的一些国界 所以说呢 还要跨阿尔卑斯山 就那个时候的旅行是非常艰辛的 当然最关键的 还不是旅途的艰辛和漫长 而是他没有钱 就是那个时候的皇帝啊 我们理解统领 基本上一大半欧洲的皇帝 跟中国的皇帝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他的国家 本质上不同的区域 是意志性的 他不像中国 是个大统一的帝国 所以他那时候 为了去趟西班牙 他就必须要求着 第一帝国家的议会 去批准给他旅行经费 他才能到他别的国家 正是因为这种旅行 如此的艰辛 所以说查理武士 就把他的所有的亲人 他的老婆 他的哥哥 不是 他的那个妹妹 他的姑姑 包括他最后女儿 女婿 就所有他能用到的亲属 全部就是封为摄政王 就是帮他去管理 他的不同的领地 然后他自己也一直在奔波 所以说查理武士 在16世纪 他实际上是在统一着一个 不可能统一的帝国 那后来他的儿子 菲利普二世呢 就出生在西班牙 从来没有去过尼德兰 也不会说荷兰语 所以从菲利普二世呢 他跟尼德兰国家呢 就进行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切列 这也是后续导致 他们这边独立 包括像威廉 威廉其实跟菲利普差不多 查理去世的时候 他是陪着 他跟菲利普 陪着他那个查理一块 去进行了这个 这个叫辞职的演说吧 他后来呢 就是闹独立了 然后呢 他呢因为是改了这个 世袭的这个学位 就用拿骚改成了 奥兰治拿骚 也就是 大家知道 荷兰现在跟这个橙色 orange 它是非常的关系紧密的 他们的那个国家的这个颜色 也是这种橙色 就是那时候 威廉从国库 就是改了这个说法 然后呢 在16世纪的艺术的最大的特点呢 我再放了一个伯鲁盖尔 之前贤阳君分享的时候 我记得也讲过这一点 所以我就不再展开了 当时呢 19年我去奥地利的时候 很难得就是看了一场大展 那个大展 当时的宣传噱头 就是一生一次的伯鲁盖尔 事后呢 我就是写了一篇微信的文章 现在应该还能搜索到 就是我前面加横线这个 大家如果想看详细的东西的话 可以点去搜索一下这个里面来看 这点我想来说的一个特点 就是伯鲁盖尔 它其实是师承博斯的 他们呢 在画面当中 我放了一下 他的几个画的细节图 就是首先 他比较习惯于用一种 有一点俯视的视角 但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透视图 他其实是一个 很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构图 然后呢 他的这个线条呢 又是非常的这种圆润饱满的一种线条 然后他这个色彩呢 就是不是用的很多这种渐变来突出立体层次 他用的是一种平面化的处理方法 所以就有点像这种 现在的这种漫画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充满了预言和隐喻 这个就是从伯斯这一套 大家知道伯斯是一个隐喻的大神 然后伯鲁盖尔继承了他 还有两幅画 一个叫儿童的游戏 一个叫尼德兰的预言 都非常充分的展现了这一点 我那个文章里有简要的分析 大家也可以自己上wiki上去找 因为我翻了一下wiki wiki里边对这个儿童游戏里边 80多个游戏 他都做的强细的解析 尼德兰预言里边也是 所以说就是这一点的展现出来 就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种隐喻跟预言的传统 其实是从一直在北方国家 就低地国家就是失承下来 那接着就是我们跳到了 17世纪的社会 穿越回去之后呢 如果你穿越回去 你不得不面对的是三个大的军事的势力 一个是尼德兰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法国 当时的尼德兰呢 他刚刚北部驻省 北部驻省呢 刚刚从哈布斯堡王朝中独立出来 就是说他的地区的自治和共和国之间呢 是保持着一种很微妙的平衡的 其实如果不是被迫 荷兰是不会成为一个国家的 就是说如果不是面临外敌的入侵 荷兰的各个城市是没有动机去成立一个共和国的 这就是荷兰就是非常神奇的一点的存在 然后当时呢 英国跟法国 他们就是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的 就是要反对荷兰 因为荷兰崛起的太迅速了 加上他那时候 在一些美洲的唐业贸易啊 还有奴隶贸易当中呢 都对其他的国家呢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当时呢 英国跟法国这对历来的劲敌吧 他们就是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把荷兰打成一个二流国家的行列 然后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这是他们的联手的目的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呢 他也在忙着和西班牙打仗 如果他把西班牙给搞 就是搞坏了之后呢 那就整个欧洲就会面临的一件事情就是 路易十四会成为双网 就他会成为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大国的国王 这个是足以引发全欧洲一个惊慌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出现这个苗头之后呢 英国呢又跟尼德兰来联合 又一起来打法国 然后英国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幸运 他没有被成为大家的一个重视之地 但是呢 英国在 他就是利用这样一种平稳的状态呢 就完成了他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那时候克伦威尔政府呢 就把这个查理一世给砍头 然后就是进行了一些 这样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 整个为他下个世纪和下下世纪的崛起 去储备的一些政治方面理顺的这些东西 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所以事后会看 在这三头争霸当中呢 英国其实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人 然后再来看荷兰的内部 阿姆斯丹 因为我们以前会讲的一个脉络 是15世纪的时候 布鲁日是当时地利国家的一个中心 16世纪呢 又移交给了安特卫普 但是安特卫普呢 因为西班牙国王 他那时候金融非常发达 西班牙国王在安特卫普 借了两次大笔的钱 但是西班牙就很神奇的是 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典型的那种 代表着过去的制度辉煌的一个 极大成者 西班牙就算 他用最就是传统的 或者说甚至是落后的制度 去管理他的大片的殖民地 然后即使他每周大量涌入白银 那西班牙还是最后 把自己给玩破产了 我觉得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他就在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借钱 但是他两次破产 所以他借这些钱就不还 导致极度影响了安特卫普 在资本市场 大家对他的信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阿姆斯丹他就接棒过来 就变成了一个 当时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这种金融中心吧 当然不止这些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跟像卢本斯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 就会了解到 那个时候呢 其实低地国家割裂了 他就是有一部分像安特卫普 卢本斯在那个家乡 他其实是效忠于这种王权的 就他跟西班牙其实是一伙的 或者说一个老板 一个大boss 所以说他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是信天主教啊 跟信仰这方面有关 就被连累了 然后阿姆斯丹作为北方的 弟弟国家这边 他就崛起 所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 内部的转换 当时呢 阿姆斯丹说的是 我们要用我们的船 为全欧洲服务 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来看一下当时的全球贸易 我们刚才提到 东印度公司呢 它是在1602年成立的 之后呢 它就迅速地发展了 多家分公司 然后呢 还让三级会议授予的 他与好望讲 以东地区贸易的垄断权 然后相应他们又建的 另外一个信度公司 这是后建的 那东印度公司呢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成功吧 应该就是在中国 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 那个时候呢 日本在他们 整个17世纪 重要的30年当中呢 一直都是一个 主要的白印来源 就是它虽然说 离我们隔着将近半个地球 但是呢 很搞笑的 很讽刺的是 中国日本和东南亚 这三个临近地区的贸易 竟然是由一个 另外一个半球的荷兰人 过来主导和参与 以及在中间赚钱的 就是非常的讽刺 那21年 他们又成立了西运度公司 就是我们熟悉的 华尔街 Wall Street 其实当时的来源 是来源于荷兰的 包括那个 就是 那个 纽约 就是那个新的 那个什么 阿姆斯丹 它也是从 荷兰这边源来的 然后那个 Wall Street呢 它的建立 就是因为 为了去 就是给西班牙 就是给那个 传统的印第安人之间 建一个墙 所以说呢 就是免遭印第安人的 报复 就是建立的 这样一个 Wall Street 后来就慢慢 翻转成了华尔街 但是因为西运度公司呢 它在美洲的贸易 是前面拥有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这些人先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洲的经济 它不像亚洲 就是亚洲 它本身的经济 是很发达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做贸易 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美洲 实在是太原始了 而且它的 经济形势 极其单一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很难通过贸易 去获胜 那你更多的是 通过殖民 那种种植员啊 就是去 你要去自己做事情 你要去做工业 或者做经营啊 经营产业 你才能获利 但这个东西 不是荷兰人擅长的 荷兰人最擅长的 就是贸易 所以说它在这个 西印度公司 实际上的盈利 不如东印度公司 那么好 因为它 执掌了全球的贸易 所以说呢 这个贸易背后呢 它实际上大力地 推动了 它本国的经济 我找的总结 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工业 因为要做贸易 要航海嘛 所以它的荷兰 本身的造船业 是非常发达的 它的数量相当于 欧洲其他各国 船队的总和 因为我们知道 17世纪的法国呢 它非常失败的一点 是它一直在 它是个大陆国家嘛 它就一直在争取 这个欧洲的陆地 所以在海洋方面的发展 和对殖民地的拓展方面 它是要晚了好几拍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主要竞争就是英国 因为西班牙 就是无敌舰队呢 在跟英国打那仗 就被伊丽莎白给打败了嘛 所以它就是江河日下 但是英国一直在崛起 然后呢 它除了造船工业以外呢 它的能源 就是它的风车和泥炭 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因为它是个低地国家嘛 很多这种泥炭的资源 它们就转化为了能源 我们现在去荷兰参观 还会发现 它的风车 不但变成了一个参观的景观 它的风车还在用 也蛮神奇的 很有意思 除了这个以外 还刺激的移民 因为当时呢 德国打了三十年战争 法国呢 是因为这个 胡诺的教徒呢 整个受到迫害 包括全欧洲 对犹太人的破坏 所以这些 所有的迫害的这些人 都荷兰大张怀抱 说你们来吧 我这里非常的宽容 你们都可以过来逃难 然后这些人 像犹太人 尤其是法国的 胡诺教徒的这些信徒 他们其实这种 文化水平是非常高的 也是有一技之长的 所以这些人来的之后 就极大扩充了 荷兰的这种 就是整个的市民 和他整个的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素质水平 还有一点 就是刺激的服务业 包括行会 因为当时他们 会有一些保护政策 比如说男人的衣服 必须从裁缝行会订购 妇女和小孩的 要从女装裁缝行会订购 包括人才之间的城市战争 就像我们中国 现在打响了 这个一二线城市 这种人才之争一样 非常有意思 就是看当时的一些 这种纪实 他是弗兰德斯 那些纺织品制造商 他们就会游说他们 离开英国 就是到莱顿 莱顿就是荷兰 下面的一个省 然后还有在法国 更搞笑的是 他在法国报纸 会刊登广告 就是说做移民广告 就吸引这些 胡格诺教徒的人 他们过来 所以说他所有 就在大力地争取人才 像美国的崛起 实际上也跟二战完了之后 很多德国人 就是被吸引到美国 是有这个关系的 然后包括他发展的一些 贫困的救济体系 我们都会说 英国其实那个 纪贫法 就是好像是一个 历史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大的转折点 但更早的就是 荷兰那时候的 贫困救济 其实已经在做 而且做的还蛮不错 那再来看一个 刚才讲的是 贸易和经济 再来看一下资本 就是无处不在的 万恶的资本 这个很讽刺的一点 就是那个 诺金香的 那个郁金香的 整个的这个事情 大家是知道的 就那时候 狂做炒作嘛 就是讽刺的是 这个最纯洁的一种鲜花 它竟然也能被 最这种 万恶的资本去挟持 就变得 完全变了味道 我们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1936到37年 是一个郁金香热 可以看到 到了193639年 这个不同品种的 郁金香 它的价格的变化 我们会发现 这个市场狂跌之后呢 它甚至普遍 都在原来价格的 二十分之一 甚至看 下边银行 最夸张的 由 这个狂热钱的 2000荷兰顿 直接降到了 0.1个荷兰顿 那郁金香呢 它有意思的是 它本来其实 就是它为什么 会是郁金香 它其实野生的 郁金香呢 是产自喜马拉雅山以北的 就是说是在我们 中亚这一块 可以说 后来就经过土耳其 东欧就一路传到了西欧 是在十六世纪中叶进去的 然后最终呢 是在1570年左右 传入了荷兰 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 过多的注意 直到这个郁金香之父 克劳修斯 他在莱顿大学 创建了一个学术植物园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西 因为就是征服一些 这个其他殖民地嘛 就是这种植物啊 这些的发展呢 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引入了很多 外来的一些物种 他们会去观察这个东西 所以说就是开始去注意到 这些植物热 包括建植物园 他就对郁金香进行了描述 分类和开展植物学 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的 植物学研究的一个人 那随着他的培育推广呢 尼德兰地区的郁金香 就在全欧洲都出名了 然后呢 因为这种物种呢 它要六七年才能培育成 能开花的球根 球根的规模和繁殖的数量 也很有限 加上它的这个色彩 是可以人为操作的 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些 黑色的紫色的 然后多彩的 各种奇形怪状的郁金香 它实际上都是很好 郁种来实现的 因为这些特点 当时就是开始 郁金香狂热 就被资本挟持 有点像我们当年那种大蒜 什么就做这些东西的 那种一样 那到现在就四百年过去了 荷兰依然是 极其有这样一个 郁金香的传统 我去的时候还参观了 他们那个郁金香的 那整个的一个 物流的产业园 他做得很好 他二楼都是给你开放 那种回廊 让你参观的 你就能看到 每天早晨 各种品种 新的郁金香进来 他们就在一个 类似过去那种 股票交易所的 那样一个圆形大厅 他们会进行拍卖 就是每一株 他们给它标准化之后呢 都会去竞价 然后竞价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种早晨的开拍 结束之后呢 他们就会去把这种 东西呢 都去给你做好包装啊 物流啊 就是走空运为主 就会说当时我记得是 欧洲吧 应该是就是次日达 如果是中国 或者日本这些国家 是隔日达 就他已经在全球的 运向了这个贸易 他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实效 当参观完了之后 还是蛮震撼 然后他那个 沃尔霍夫的一个 郁金香公园 每年五月份 他郁金香成熟的时候 就特别大一个公园 你都可以去参观 他就是所有名目 繁多 各种各样奇葩的郁金香 在那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 所以这种四百年的影响 现在依然还在 而且变成了一个 很赚钱的旅游业 然后接下来想 就讲一下 他们那个时候的市民 就是每一个时代呢 都有他的中间力量 如果说之前的那个王朝呢 其实包括十七世纪 其他国家 主要都是宫廷为主 就是由中世纪的这种贵族 城堡这种贵族 转变成了宫廷文化 那荷兰呢 它就是提前很多年 就是开始在它内部 孕育和培养出一种市民文化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文化 在十七世纪 从贵族社会 向资产阶级社会 过渡的过程当中呢 这种情况 在整个欧洲 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我们知道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包括神罗帝国也好 西班牙也好 所有这些当时的大国 他们都是君主制嘛 所以说呢 它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那这位荷兰人呢 他们不再将社会地位 仅仅理解为 与生俱来的权利 就是你是生在一个什么阶级 而更普遍的看重 是你经济状况和商业身份 也就是他换了一种 评判人和世界 划分这种 我们说阶级的这样的一种 视角和一种 变了一种方式 当时呢 正是因为 市民阶级的兴起呢 它其实呢 对整个荷兰黄金时代的 艺术发展 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因为这些人 他们会用绘画 给自己的行会 或者说自己的作坊 去组织这种 树碑立传啊 装饰公共场所 或者说个人居所 美化环境的 这样的一种功能 甚至是说是推销产品 所以说尽管目的各个不同 但是结果一样 就是在这个市场 产生了大量的油画订单 使荷兰的绘画空前繁荣 在荷兰共和国最低级的住所 也装饰有绘画 哪怕是没有钱的劳工和小农 只要他有一点能力 他也会买几张极其普通的版画 去挂上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 阶级的基础 或者说人群的基础 形成了当时生机勃勃的艺术品市场 安投卫普的资料公正档案呢 它的详细目录能看出来 就是当时工匠们把闲钱都积攒起来 就是用于投资装饰品 就是荷兰人的这种投资 跟投机的意识 是一直根深蒂固 他不去投郁金箱 就会用来 不会买股票 就会用来买这种绘画 当成一种囤积品 所以说就像 就变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途径吧 到17世纪 就是1600年的时候 最小的店老板 家里都会有不少的画 就是农民也会不吝啬 拿出2000荷兰盾 或3000个荷兰盾来买画 同时呢 因为艺术饰品的 艺术市场的狂热呢 艺术品中间商 就是也会应运而生 就是那些画廊的经营者 他们就会收购 大量艺术家的画 再卖给消费者 也就是产生了 这样专门的店铺 这种中间商 那画家们 因为这些画商 画廊的商人的存在 他也得到了解放 就会把他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创作上 不用担心去卖画 所以说呢 就是很多画家呢 因为他有能力 他也会兼职 这个艺术品中间商 比如我们特别熟悉的 就是像维密尔 他其实他 做这种画廊老板呢 比他自己画画 对他来说是更主业一点 然后包括伦布朗 他其实他没有说 专门的去做这个中间商 但他会收购很多 就是收藏很多这样的画 当然中间是一定会有 买卖这样的一种方式 流通的方式存在的 再一个特点 就是来讲一下他的文化 文化呢 就是很少有国家 像荷兰这样 他一贯之的 就是用 可以用宽容这个词来形容 那最明显的体现 就是宗教宽容 因为那个时候呢 文化的纷争 或者说纷争的源头 其实大多数是来自于宗教 很多国家呢 他即使说很开放吧 他其实都会以这种宗教 来作为一个内部群体的 一个地域划分的 比如说就是这一块 是哪个国家 或者哪个移民的人来 来住在这里 然后这个国家 就这一块地区 是哪个 哪个这样什么亚裔 或什么裔的人存在 但是这个荷兰呢 他就是不存在 这样内部的一个 框柱的这样的一个地域划分 另外就是我们看一下 那个时代有名的一些思想家 像迪卡尔 他不是荷兰人 但是他呢 二十多年 就他著作的 几乎是所有的著作期吧 其实都是在荷兰度过的 他当时就要到一个宽容的地方 来进行阐述 他这种全人类的思想 所以说迪卡尔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启蒙的思想 或者说整个这种 这个二元论思想吧 就是他发展起来的 就是在这个荷兰 然后洛克 我们大家也很熟悉 他其实是个英国人 他写的很多这种著作啊 但他写的很多著作 其实是在荷兰完成和发表的 他中间他是逃难一样 逃到了荷兰好多年 他那本著名的论宗教宽容 就是在荷兰这边发表的 然后还有我们熟悉的斯宾诺莎 当时的人会称他为无神论者啊 但他其实并不是 他是个犹太人 他当时不为犹太社区所容 但是呢即使他的日子 可能过得有点惨 不如前两位在世的时候那么爽 但是他至少在荷兰活下来了 如果换一个地方 他可能活都活不下来 然后那个时候的出版商呢 和书商也是非常发达的 是整个欧洲的出版中心 因为他拒绝行使书报审查 这个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 因为他会面临别的国家的宗主 这种宫廷国家的给他的压力 然后当时荷兰的十字律达到了惊人的男性57%和女性32% 就是我右边看的画的这幅画 就是当时的一幅画 这个老太太呢 她正在阅读的是一种 为家庭设计的荷兰语的圣经的节选本 就字非常大 还有这种清晰的图片和选段 带着插图 所以那个时候呢 荷兰文化的宽容体现在这两点 还有一方面就是科学 这个列文虎克 它是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会擅长用显微镜 然后第一个去描述了精子的成长和作用 然后很有趣的是 它是通过通信加入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但他人气一直是在荷兰的 然后那个他跟维密尔的关系不错 维密尔应该是画过两幅吧 一个是天文学家 一个是地理学家 据说那个模特呢 就是列文虎克 然后呢 当时因为就是殖民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他们就会委托 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去搜集标本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种植物学 或者自然标本的研究呢 也是非常的兴盛 然后包括对人体的解剖 那个伦布尔尤夫名化的 那个杜普尔医生的解剖课 其实他这个名字 就是郁金香的意思 就当时郁金香已经火到 能让它变成了一个性质存在 就是那个解剖课 也是可以公然进行的 然后还能被做 画成画作留存下来 对的 维密尔就是运用了很多 光学仪器来画画 所以他可能跟列文虎克的 关系比较好 说呢 列文虎克是他的梦想的 这个帮他执行 帮他实现的人 然后再说一下法律上 法律上 我们搞法律的就会非常熟悉的是 这个国际法之父 他其实呢 就是格伦修斯 他当时呢 就是也是一个荷兰人 那个时候他做的这些海洋的 包括和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呢 就是很难 因为世界法 他没有一个集权保护 你说你国家的法律 都是有国家的强权政治 和你的军权在保护 但是国际上的这种法律呢 他的逻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也很难 所以当时呢 格伦修斯就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但他其实也是有目的和立场的 因为他实际上做这个国际法的 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为了去 让荷兰 帮助荷兰去突破西班牙和英国 对海权的垄断 就是给他提供一种新的 这样的一些理论依据 和他的正当性合法性 但事实证明 他在一定程度上 还算是起到了作用 同时呢 荷兰也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留学生和大学 当时的莱顿大学啊 我们包括现在去看 莱顿大学 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名 他是在莱顿 这样的一个小城里 那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 整个城市 或整个城镇 他都是由各个大学 开放式的大学组成的 你在里面待着会觉得很舒服 他路边的这个咖啡馆 都是这种 你都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学校的一个部分 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就会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辩论啊 很多灵感就是诞生在这里 非常安静 非常舒服的一个城镇 现在还是一个大学城 但是呢 我们前面讲过 它的种种的发达 和它种种的超前 因为那些公司制 包括交易所这些制度 400年后 现在依然 不过时 而且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 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还在 把当时400年前的这个东西 作为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中流砥柱 来用 就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的超前 但是它有点问题 就是 荷兰最早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最先建立庞大海军的嘛 它的舰队是这个 就是别的国家 欧洲国家的总和 因为那个时候海盗非常猖獗 所以你其实 很多国家就是商人 它就是自己武装 武装就是来了海盗就斗 但是荷兰其实它是有一个国家的 或者它有一个强大的军队 它是商人以外的这样一个群体 能够为它的商人保驾护航的 这是它一直领先的一个原因 但背后还有它的造船技术啊等等 还有包括它的资本市场 为什么提到资本市场这个事情 或者说 为什么资本市场的这个东西 公司制 包括股票会在荷兰发展起来 那背后是有原因的 我现在看过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他们从事这个海洋贸易嘛 那一个海洋贸易实际上是一个巨赌行为 因为一条船 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包括现在其实造船业 这个船的成本也很高 那这么它将是就会有人说 说我如果把我所有的家产都投到一条船上 那风险也很高 如果它沉没了 我就倾家荡产 那能不能说是 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钱买一条船 或者造一条船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 怎么做呢 我们50个人就有50条船了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其中一条船的 50分之一 我有50条船的50分之一 合起来还是一个船 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一条船亏损了 你其实你还有49条船船在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所迫 就是这种海洋制度的所迫 逼迫了荷兰人想出这个办法 就是50个人每个人都享有一条船的50分之一 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公司制的这种股份的由来 那包括后来就是它东印度公司 因为发展非常迅速嘛 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会交易嘛 就会 对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大家就会交易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因为那时候东印度公司 其实就是一个众筹公司 那交易股票的话 你最后就发现你有个场所嘛 因为它那个股票翻得太厉害 有些人可能需要赚钱 需要用钱 他就要买卖股票 所以后来就发展成了这样的一个 股份制的交易所 所以它这些经济层面的飞速发展 它背后其实是有它这个海洋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舰队的一个深层的基因在的 但是后来就是英国呢 慢慢就开始发展了一些重型的舰队 它就有更大的船 更猛的火炮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慢慢荷兰的这个船 其实就落伍了 就像当年这个英国打败西班牙 这个无敌舰队的船只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块呢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分析荷兰 为什么会就像烟花一样 就消失的一个原因 它的失败的就是失败在它的财政上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征税啊 其实是有一个顺序 就是一般呢 就是你刚发展起来的时候 就会征消费税 消费税的本质是什么 征的是穷人的税 那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会发现不对 或者说你穷人被薅完羊毛了 没有可薅的时候 你再征什么税 你要征所得税 所得税征的就是商人的税 或者说可以理解为中产阶级的税 这是你的劳动所得嘛 它真的是这个税 但这个税其实还不够本质 最健康或者最本质的是要征财产的税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现在发达国家其实做得非常好 就像韩国这个三星这个继承人之战 他们的这个税收也高达45%甚至以上 他这个可不是像中国说我也是45%啊 那是骗老百姓的 你征的那是所得税 中国至今都不敢动的就是这个房产税嘛 我们说的不动产税 但其实最核心的包括遗产税 这些东西征的都是财产税 财产税征的是谁的税 征的是富人的税 所以这个税收大家可以看出来 最不健康的消费税征的是穷人的税 所得税征的是中产阶级的税 财产税征的是富人的税 所以最后一个税是最难征的 因为它动的是统治阶级的蛋糕和利益 但当时荷兰很神奇的就是 它其实它很难的是所得税 因为当时商人 它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账户 就它这个方面面临的重重的阻力 直到最后他们的实在征不下来 就一直没有打破 实在征不下来了 所以荷兰人呢怎么办 他就是放弃征税领域了 他就去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融资了 而且荷兰很神奇的是 它当时就是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省 因为荷兰本身就很小 它一个省就很小一点 弹丸之地 它甚至没有一个税务机关 因为大家知道征税 是你国家收入的根本嘛 一个税收一个就是卖地嘛 你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命脉 你竟然没有一个机关 政府机关来做 它是委托给私人做的 所以这中间就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就是有很多利益的交换 对国家而言好处就是 我不用设这样一个政府机关 你就是私人你去外包嘛 就是一切都一切皆可外包 但是其实呢你国家就丧失了 相当于你 你没有把这个权力抓在自己手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 就通过这件事情 大家也能看出来 荷兰是多么的小政府 就是非常典型的小政府 就是我能不见政府机构我就不见 它跟中国这种历来的传统的庞大的 全国的官僚体制 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路径 所以它就是不用靠税收之后 它就去贷款 然后当时呢 它是享有了全欧洲最低的利率 那最低的利率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指政府借钱啊 比如说美国在资本市场借钱 它利率就非常低 那可能是你比如说土耳其 天天闹这个货币的 这个天天闹这个货币危机的这些 金融危机的人 它借钱就非常高 最低的利率就意味着最大的信任 就是全世界的人 这个不包括政府啊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私人 我都相信你荷兰政府 你是最让人可信的 就类似当前的美国 它借钱成本最低 那这个都是骗人的 因为它内部来看的话 一方面是没有这种征税机构嘛 它其实政府 它没有很多实权 不放在自己手里 就像我们现在就说 军队一定要用自己的 它那时候就是它这个 税收什么这些 它都用别人 就让别人来做 就类似那种雇佣兵也是 它军队也可以外包 税收也可以外包 然后另外一点 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它是个共和国嘛 所以它当时是 内部非常的失衡 而且缺乏监管 比如说荷兰省 是最富的一个省 然后呢 这个省就承担了 所有全国66%的收入 那它的债券利率 也是最低的 这个就有点像中国 中国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我们以前做金融市场 在资本市场上 就是你那个发债嘛 很多省它会这样做 它让那个省里 最牛逼的那个牛企 那个国企 它去发债 因为它发债 认可度最高吧 利率非常低 然后等这个国企 借来钱之后呢 省里再通过 省内部的力量 它逼着这个企业呢 把钱借给那些 就是信用 不是那么好的 小的国企 但都得是国企才行 这样的话就是 它相当于就是借用了 那个大企业的民生 去用一个更低的成本融资 然后呢 因为小企业去融 它会很贵 但它实际上这个钱 是借给了小企业去用的 它会有一些 其他的账簿来走 因为都是一家嘛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大企业就收一道 这个过路费 它就收个 比如说一个点 甚至更少的点 然后呢 就是大家都有利可得 所以当时在荷兰 内部也是这样 他们就让荷兰省去融资 因为荷兰省 融资利率最低 但是那个钱呢 就不是荷兰省自己用的 所以就是这些暗幅的 这些危机呢 就会为下个世纪 荷兰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 就是起到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一个 本质的区别 当然这个事呢 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们现在再来看的 当时大家是不会意识到的 所以荷兰 其实它的经济也好 它的金融也好 它的文化也好 都非常的发达 它唯一就是败在了 政治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点上 那像反观 我们看英国跟法国 他们在十七世纪呢 虽然也打打闹闹啊 到处打仗 但是他们都在这个世纪 完成了他们 最适合他们自己的 当时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 英国就是理顺了 议会就是跟君主 这样的关系嘛 君主立宪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是在这个世纪完成的 然后那个 那个 法国呢 就是路易十四 就是君主集权 他们就是往往前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所以就是这两个国家都在这时候继续的政府 或者继续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力量 但是荷兰呢 却始终在偷懒 在逃避这件事情 好 我们是回顾完了整个十七世纪的一个荷兰的一个基本盘 那现在我们就是再来回到它的艺术这一点上 因为我始终认为 它这些基本盘会严重的影响 甚至是决定了它的利益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就用了更多的篇幅用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回到基本 回到这个绘画上呢 会能来看 它当时是分成了这五种类型的绘画嘛 我可以按 就是按着五种类型来进行分析 但是我就会一直在思考 就是这五种类型背后有没有一种共通的更本质的东西在主宰 也是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看 历史画 历史画的话 大家有人知道这一幅画是谁画的什么主题吗 对 是伦伯朗画的 但那个名字其实很难记 因为我每次也记不住 这个巴达维亚人之事 巴达维亚人呢 他其实是荷兰人的一个 就是往上追溯的祖先 然后呢 他画这个呢 是画在了他打败西班牙8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 也正是因为这幅画让伦伯朗呢 就是继夜巡之后呢 彻底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或者说 他是他抛弃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契机 所以历史画我们会放在第二讲 伦伯朗这个脉络上来讲 这就是作为一个例子 让大家感受一下 他这个历史画 就应该是画的 就理论上 像文艺复兴那时候 他们历史画就要从圣经啊 或者说这种史诗啊 神话啊 这种当中去寻找典故 然后呢 他画的主题 其实就有点 不像我们传统能一看 就能看到的那么明显 然后这个肖像画是第二类 肖像画呢 就是以往画的是谁呢 这两个大家有印象吗 就是这两个人分别是谁 这个我们看的是 17世纪荷兰之前的小讲话 或者说大家能不能猜一猜 他们的身份 拉斐尔的谁还记得吗 对右边是一个教皇 右边这个是利奥十世 他是美帝奇家族出的 这个一个教皇 然后左边这个是菲利普二世 就是左边是皇帝 国王 右边是教皇 就是以往的肖像画呢 他其实画的都是 要么跟政治有关 要么跟宗教有关 这种人物呢 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阶层 要么是受人膜拜的信仰阶层 不论肖像画的技法如何进步 哈布斯堡的大厦吧 是的 查理伍也是这样 不论技法如何进步 他真正的目的 其实就是一个 让这个表现对象 青史留名 万古流芳 但是我们再来看 对 看17世纪荷兰 大家对比一下 那这些人的一种 庄重威严的表情 和他们的姿势 其实都有固定的pose的 就像我们去影棚一样 他有固定的摆拍姿势 再来看这个时代 好像突然间 这个画风有一点变化 左边这个呢 他是一个商人 格里斯特曼 他身上呢 就能看出来 穿的是一个很典型 对平民化了 很典型的 这种很华丽 但是又非常 这种朴实 就低调的 这样的一个衣服 还有人 读的是 哈尔斯的画 对是这样 然后呢 右边这个的身份 就很典型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所以他是莱顿大学 和乌德勒芝大学的 一个教授 手上的书刚合上 似乎因为专注的阅读 被打断而抬起头 就是这就是 他们典型的一个 当时所画的 这样的一个主 这个表现对象的身份 和他的表现形式 然后再来看这两个 就更夸张了 这两个的话 左边这个 他是当时一个 著名的演员 那右边这个 他索性就是画了一个小丑 那个时候好像除了 就是画小丑 只有在宫廷 他是作为宫廷的 一个组成部分来呈现的 比如说 威拉斯凯茨 他画了很多小丑 西班牙宫廷里边嘛 包括宫廷这些 小丑里边都有出现 但是他是作为 这种宫廷的 一个部分来呈现的 他表达的 还是君主的这种 所有权 对 就是威拉斯凯茨的诸如 但是这个时候 他画的就是明显 是一种很欢快 就是这种 一种市民文化 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小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这些画家呢 他最根本的心理动机 其实就对老百姓来说 他并不是要名垂坚实 而他是要是 通过他这种肖像画 这种媒介 来确认各自的血缘关系 和社会地位 他的职业 他的性别 他的家庭 婚姻状况等等 通过肖像的展示 使得自己在社会上 获得认同 提升个人价值 所以他其实画画的目的 已经跟君主的 那个时候呢 他就是进行了 一个悄然的转变 就荷兰的这些肖像画 我们放在屏幕上 共享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不是特别有的看 就是说这个画面 本身并不是特别有的看 但是呢 跟他们的这种 服饰的特点 和那画画风格是相关的 但是当你去站在一个 跟自己差不多等高的 一个肖像画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看起来都是黑色 但实际上他非常的丰富 我记得之前 贤阳君分享过 提香画的一个那个画 就是那个青灰色的 那样的一个衣服 衣服的颜色 他其实用很多色去调 调成的非常丰富 细腻的色彩 这个荷兰画那种黑色 就是那样的效果 当他跟你等高的时候 你站在他面前 你会在上面抓 捕捉到非常丰富的细节 就他如何把这样一个衣服 画出 有的时候是非常丝滑 有的时候呢 是非常这种 富有光泽的变化 然后呢 他还有一些这种 像他的这个袖子 左边这个的袖子 这些蕾丝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 女士带的那种珍珠 你去站戏面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他的画其实非常的丰富 虽然看起来 他很单一 所以就荷兰的肖像画 他有这样一个特点 他很适合要近距离放大了 而且要站在不同的角度 你偏左一点 跟你偏右一点 你看到的都是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幅画呢 就是大家猜一猜 他是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人一看 好像就是一个富有的商人 大家能猜猜这幅画 他是用在哪里吗 放在办公室的 但是这样 就他这个男的穿了一个 华丽的丝绸 然后真昏 腿太微胖 然后他豪放的插腰 就是这个哈尔茨的一种典型的画风 就我们前面看的这五幅画 其实都是哈尔茨画的 然后根据荷兰呢 他的婚姻的这幅画 应该是男左女右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的 包括刚才看的 都是男的再左 女的再右 但这个的话 他男的明显是站在右侧的 所以他就可能不是这种 夫妻性质的画 然后专家鉴定呢 他的左边趋势的那个 可能是他生意合伙人的画 所以这两件作品 应该是用来装饰 啤酒厂办公室的 所以邢茨茨应该猜对了 他是放在办公室的一个 这种老板形象画 然后这个哈尔茨呢 他一生创造了 250多幅肖像画 他的特点 我们刚才看到这五幅 就是他非常善于揣摩 人物的身份 性格和心理的 心理特征 特别是很注意这种 面部表情的刻画 所以你看完他的画 你看几幅之后 你就很容易再认出 哈尔茨的话 就是他 不是那种古典城市 他的人物都是这种 有点俏皮 然后很开心 很放松 一种生命力洋溢的 这样的一种特点的话 因为我当时也看过 一个哈尔茨的 专门的画展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哈尔茨是谁 看完之后我就会发现 哇这个人好有意思 他画的画也好有意思 所以就肖像画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吧 其实应该是哈尔茨 那个时代 然后这是群像 这个是在一个 家庭的庭园里 大家再看一看 这幅画 你从这幅画中 看到了什么 感受到了什么 可以大家先看一下 不用说转 你可以先自己感受感受 显然他其实是在一个 私人的庭院里边 一模一样的帽子 他是画了一个家庭的画 家庭在当时的荷兰呢 是有点严肃 是构成社会关系的 一个基本单位 也是构建国家的 基本单位 还是凝聚民族力量的 重要组织 听起来好像跟中国 这个传统儒家社会的 家庭扮演的角色 是一样的 这里边的私人庭院 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 财富跟高贵 因为很好理解 有钱人 你才建得起庭院嘛 同时呢 它有一点圆的意思 代表道德上的纯洁 然后呢 这个玫瑰 大家看花园里的玫瑰 它代表的是爱 这个桌上的水果 代表了家庭的人丁兴旺 墙上这个爬藤植物 象征血缘关系的继承和延续 台阶上这些可能是访客 或者说亲戚 这是家庭成员 它是这样的一种 肖像当中的群像 除了家庭群像以外 第二类的就是 这样一幅行业的群像 这幅画呢 它是给这个公民卫队 公民卫队 其实德姆朗那个夜群 也是这个主题 这是当时荷兰社会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基层组织吧 类似家庭 但它是在行业里边 或者公共卫队出现的 这是一个集体群像 那个时候很多集体群像 都是这个行会或这种 他们来出钱做的 这是公民卫队 其中有三个 是穿着黄色衣服 比较核心的人物 然后呢 大家就围着餐桌 或坐或站 这三个人物呢 就是扛着旗和长枪 其余的都是穿着黑色的礼服 这是新教资产阶级的 一种典型的打扮 在独立战争当中呢 很多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市民 他就会自发的组建了 民间的武装 因为知道荷兰 他的政府是非常小的 所以他们遇到事情之后 就会民间组织起来 在战争中 是立下了汉马功劳的 然后呢 这个画家呢 就表现了他们的快乐 自豪 就是那种 于上一幅 我们看到的这些略有刻板的 若然说就有点严肃的这些画 他其实就是 有了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 那第三类就是风俗化 提到风俗化 就像提到肖像化 不得不说哈尔斯一样 提到风俗化的话 大家是不得不说维米尔的 维米尔呢 他这个人其实留下的 信息非常的少 大家只是能捕捉一些 他的一些 很简单的一些生活的 这样的一些痕迹 比如他这个15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另外一个画家 学艺 但是他终身呢 都是生活在戴尔夫特 这个城市 他的作品呢 基本上也都是在戴尔夫特 完成的 戴尔夫特这个小城 大家去过之后 我觉得400年后 现在他依然保留了 维米尔生活年代的那种质感 就这个城市依然有那种质感 非常小 他中间有一个老教堂 一个新教堂 然后维米尔呢 也是葬在那 他旁边的就是建了一个 他的这种 就是生平陈列馆吧 因为大家知道 维米尔一生就 35幅画吧 34幅画 就是确定归属他的 还有几幅不确定 加起来七七八八 也就是37幅 那个展览呢 他就是把他的这些画 都进行了一个影像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然后包括他本人的故事 他的画的内容 实际上是非常单一和简单的 那他最初呢 他虽然加入了圣路加工会 成为一个正式的画师 但是他的主页 其实也不是画画 所以他画的画量很少 然后呢产量非常低 又非常的慢 可能有时候一两年 两三年才画一幅 然后画的类型 又非常的单一 那我们看这幅画 特别逗 就是他其中有这么多幅 发现这个女主 好像穿的衣服都一样 甚至这个女主也一样 我觉得他老婆的这件裙子 变成了史上最知名的一件裙子吧 就大家看到之后都会印象深刻 一直在出现 那我们这个年代呢 就文密尔他当时死后呢 其实他整个的作品就销声匿迹啊 然后晚景也比较相对凄凉一点 但是呢就是过了几百年后 尤其是现在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 非常受大家追捧的一个画家 所以他一般画的话 就是左边都会有一个窗户 光线从左边射过来 然后窗前呢是女性居多 女性的形象 可能在读信啊 或者在写信啊 或者在比如说持天平的女子啊 她在做这些日常的事情 然后呢模特也非常的固定 服饰固定 手饰也固定 那个珍珠耳环 然后呢他的颜色就是蓝色 黄色灰色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红色 也是非常单一 然后他呢这种摄影般的精准和细致 就刚才也说 他用了很多器械来画画 仪器大家揣测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迷恋 维米尔 我记得那个黄永玉说过一段话 他说艺术其实是不能讲进步的 艺术没有所谓的进步 它不像科技 其实就是一个线性叙事 你信不信这个线性叙事 艺术是没有这一书的 艺术呢没有说是永恒的某一个东西 在各个时代都受追捧 不是的 它可能是会 它更多的是一种轮回 或者说一种风格的切换 那到我们这个年代之后 为什么大家喜欢维米尔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说 可能我的观点 应该是我可能是从顾布里希 看到了这个观点 大家黄永玉也说过 就是 维米尔他当时生活的这个时代 就是非常静谧 静谧的一种环境 然后一种很安逸的中产阶级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背景 他画了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个年代喜欢他 到底是说 我们这个年代也非常的 大家非常的生活的很安逸 生活的很 这种很富裕吗 还是说我们这个年代 可能缺少这种安逸 所以我们才希望 从维米尔的话中 去得到这种安逸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开始用迷恋维米尔 这是他的一些话 大家事后后人对他的评价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创编读信的少女 就是直到现在去网上搜 你就搜维米尔创编读信的少女 可能都是搜到的左边这幅画 右边这幅是疫情之后 2011年才经过多年努力 修复出来的 就他的墙上不是空的 多了一个丘比特 然后今年现在不是这个 荷兰国立博物馆吧 那个在展这个维米尔大展 搜集的非常多的维米尔的话 可能是 不能说百年不遇吧 我觉得至少50年不遇 差不多还是有的 那个他这次新展的 应该就是右边修复过的这个话 我们下期也会有嘉宾来 跟我们分享维米尔这次大展 所以我就简单的提一下维米尔 提到风俗话就不得不说其他 然后再来看静物画 静物画其实在罗马帝国 就是旁背那时候的壁画当中 就有很多的静物画就已经出现了 但他们只是壁画当中的 很小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呈现 但是画中的绘画语言 和现在所说的这种静物画的元素 是有着很高度的相似的 但是功能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只是助性 或者说一个衬托的作用 就很像春晚的这个歌舞表演 舞蹈原来只是衬托 后来就很少会有舞蹈单独呈现 这种类似的东西 中世纪的壁画呢 就是延续了画中静物的作用 表现了就是那些宗教的一些主题嘛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呢 在人文主义引导下 就开始出现了这种 对静物的表现和意义的一种拓展 静物题材呢 逐渐脱离的宗教寓意开始的出现 表现了日常生活 尤其是十六世纪 刚才提到人们对自然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包括植物学啊 这些发展就催生了标本的这种 科学类书籍就是插画 发画植物这种开始出现 然后呢包括大家的这种启蒙思想啊 从宗教跟神话当中进行了理性的驱昧 科学进入日常生活之后就大大提升了这种静物化的作用 但是很少像 我觉得荷兰应该是典型在那个时代把静物化变成了一个大门类 你看它下面分很多细门类 而且有专门的画家就是画细分的静物化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吧 尤其比如有其他甚至只是画静物化当中的一个小类 比如花卉这些 那我们挨个看一下 这个是餐桌的静物化 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现在也觉得 静物化好像不是那么值得花时间 比如说我去博物馆 我可能会对一些历史化啊 包括人物化会看很久 因为时间有限嘛 遇到静物化可能有时候就会 觉得我要把我的时间用在看那其他的画上 就会容易走开 那其实静物化呢 有点像维面的这个画 就是你单看简单 但你可以静静的看很长时间 我们试图来做一下这件事情 比如说看这个 它桌上呢 有这种器具的材质啊 它有金的材质 有银的材质 还有玻璃的材质 然后呢你会发现画家呢 它其实非常细的 把这种不同的材质 它的泛光的特点 其实它是能够呈现出来的 尤其是我们看这个酒杯 这两个靠得很近 你看它这个泛的这个光 其实它是更通透 更反射性更强 但这个银器的那种 有一点黏头的银器的 这样的一些泛黄和这种柔一点的光 看这两个 它其实是很明显的去表现出来的 然后这幅画整体呢 又是非常的高贵 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放纵 很浮夸 就是那种低调的高贵感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觉得 还是很 就是还是很很 我感觉还是不是很容易的 而且这样强烈的 这几种材质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包括它的构图 包括它就是背景的这个光线的呈现 和这种你看 它的这个桌布 它这个东西散落的坚果 所以整个的构图和它的用色的融合 都是我觉得非常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 然后这个是厨房净物画 右边这个其实是法国启蒙运动 就下个世纪画家夏尔丹画的 那夏尔丹呢 它将它的这样的一个进化 跟荷兰当时的17世纪 上个世纪的进行对比 就夏尔丹 它其实选择这种主题 它是背后有一些原因的 因为那时候法国呢 正在经历封建王朝 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革命斗争吧 其实就是把17世纪 荷兰这个东西又重演了一次 在这种运动当中 夏尔丹它鲜明的政治立场 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这边的 它会去批判封建贵族 也就是那时候 法国这个路易王朝 当时的那种穷奢极欲 不劳而获的生活 他们是包扬启蒙运动先进思想 去斥责那时候 就是路易十五宫廷里边 那个他老婆 他那个他情妇 他们就是那创造洛可可这种 虚伪 然后很浮华 颓废这样的表现作风的 因此呢 他才选择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 在他的风俗化和境务化里 将当时市民的那种宁静 稳定 简朴 这种生活理念和道德观念 表现在他的境务化上 就夏尔丹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呈现他的思想 我们会发现 好像这个就跟上个世纪荷兰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他 很难不说他是从这里得到的灵感 或者说在得到了荷兰的这种 送洋东西的一种再现 然后第三个这种就是虚空净物画 虚空净物画呢 它实际上呢 就是是有寓意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幅画里 它看似有点杂乱 又很和谐的 把这个七七八八的东西 都融到了一幅画里 但是它背后呢 每幅画它的每个形象的出现 都是有原因的 北方人的隐喻 是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 这个熄灭的蜡烛 大家觉得它代表了什么 这个 这个烛台上面 还在冒着余烟的熄灭的蜡烛 它会寓意什么呢 我们大家猜一猜 这个应该不难猜 对生命淡去 人生短暂 人死灯 这个很形象 它是寓意人生短暂 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高脚杯它倒下了 而且是空空的 它其实就寓意空空如也 这还有几张扑克牌 还是散落的 非常凌乱的散落 大家觉得扑克牌 象征了什么 一场游戏一场梦 是的 短暂的享乐 对人生如戏 大家猜基本都对 这个怀表应该就比较容易了 象征的是这个时光流逝 然后一把琴弦 它是倒扣在桌子上 一个沙漏至于琴的这个后面 就是万事皆有定数 我们中国也会有这种说法 意思 还有这样一个头盖骨 其实有点不太好看出来 头盖骨也是这一类话 常见的一个主题 一个翻开的 这还是个旧书 关键是这个书上 还有一个标题 这两个标题 它们都共同都象征了死亡 所以说呢 这种表面上看 这种 它画的画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我们说低调的奢华嘛 它其实是很享乐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很中产阶级的一些东西 对 跟佛学的相通 但是它背后呢 这种虚空的思想 其实是相背的 就这个很有意思 它用一种 很看似繁华的东西 最后去呈现的 就是那个 空空的世界 就刚才大家提到的佛学 我突然间就想到了 我《红楼梦》 就是我 因为一生当中啊 看过很多遍《红楼梦》 我最近一次看《红楼梦》 几年前吧 当时看完之后 我觉得最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个《好了歌》 后面那个副歌 我当时还 吟诵了很多遍 就是它其实就是很佛教 因为我觉得 《红楼梦》是一本 佛学著作 它其实就讲了这种 试试 所有的繁华 接空 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眼看它起高楼 眼看它楼塌了 所有这幅皮囊 都是怎么样 就它讲了很多 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跟这个 好像很像 都是一种繁华 就跟《红楼梦》很像 它是用一种繁华 来去预示了一种 虚空跟无常 一种静 然后这个呢 理解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比如说这个 这幅画是以一个燃烧的正旺的火炉作为中心 然后各种食材和餐具摆放在其中 在第二层的隔板上面 有这个鲁特琴和这个笛字 它们就很简单 一定是象征着听觉嘛 然后这儿有一个 盛着葡萄酒的高脚杯 它是象征着味觉 它包括这些吃的东西 其实也是 花篮里的鲜花 象征着嗅觉 然后几张扑克牌 放在抽屉里 它象征着触觉 一面镜子靠在花篮下面 它象征着视觉 所以就是五感 就通过这些东西来呈现 还有一类就是花卉的静物化 花卉的静物化呢 一方面它也有点像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它就是象征着这个生命的短暂 因为鲜花易事 还有一点就我们也提过 就植物学和原艺学的发展 那包括郁金 为什么就是资本会选择郁金香 它就跟它有这个植物学的发展 和人们的兴趣的转移是有关的 还有一点比较搞笑 就它可能会用于商业推销 这也是当时花卉静物化的用途之一 所以就是这个民族的这个商业 跟这个宣传 包括到法国去给胡格纳教徒 打广告这件事情 这是你觉得还是蛮逗的一件事 最后来看一下风景画 风景画的话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戴尔夫特画派 这幅画派呢 有三个比较著名的画家吧 就第一个这个法布里乌蒂斯 蒂乌斯他就是维米尔的当时去拜师学医的那个老师 所以这里边先看一个就是他的画 他的这幅画呢 大家这是他的画啊 我们看这个街角的转角 它其实跟这种鱼眼镜头看到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鱼眼镜头那个广角相机拍出来 就这种效果嘛 大家应该很熟悉 但那个时候可是没有没有照相机的 所以大家就怀疑他用的是小孔成像 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用的装置 来画这幅画 我觉得这幅是个特别典型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一种呈现 所以我就把它拎了出来 就是用它来说明一下当时记忆的一些变化 然后接下来再看维米尔 维米尔虽然主要是以风俗画建长 他的一生当中应该只画了两幅风景画 一个是这个戴尔福特街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屋 但是呢维米尔的这幅画里面呢 大家其实还是很能有这种 当时的风景画的一个代表的 他画的是这种天然自然的这种小镇 可能就是戴尔福特的风光 天空中的浓云就非常有层次感 它在上面加了一个灰黄色的浓云 正在散去 下边的这个整个通透明亮 它不只是通过天空和白云的颜色 它其实整个画的质感 就是这些建筑和河流 包括这片土地 整个人的这种 你看它的白头巾的这种反射的质感 其实都非常的通透 就是我们即使不看上边的天 我们看下边的景 也能猜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天 然后你好像通过它 就是你就能通过画面去呼吸到它那种 非常轻烈的这种新鲜空气的感觉 所有的都是一种很平静 非常安宁 非常静谧的这样一种氛围 就会让你忘掉城市的这种喧嚣 所以就是它又拿出来为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它即使只有一幅这样的这种大景的一个风景画 但是我觉得就足以代表那个时代风景画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简要的看了一下上述五种类型的话 就是又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完之后再去想 有没有一种共通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在主导 在主宰这个 就它们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什么一样的东西 就是能不能突破 或者说能不能在更高一个层次来理解荷兰绘画 而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经常一提 就会分门别类讲 讲完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总觉得它还是能够再去概括一点 或者说抽象一点的一件事情 那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让我们试着去打破壁垒来看 所以我就举了几个例子 这幅画呢 大家应该能猜出来是谁画的 其实猜不出来的时候就看光就能看出来 或者说看感觉就能看出来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讲伦伯尔 但是伦伯尔的阴影无处不在 对又回到了伦伯尔 回到了伦伯尔 他的这幅画 这幅画很有意思 他背后有个故事 就这幅画刚刚画出来的时候 他的名字其实是叫圣家族 但是之后呢 当他挂到了卢浮宫 就卢浮宫略来这幅画的时候 拿破仑他们那时候扩充画室 就给他起的第二个名字 叫木匠家庭 所以这个对比就很有意思啊 他从这个圣家族 The Holy Family 变成了一个 The Family of the Carpenter 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是以往的这种画 我们想画圣母也好 画这个约瑟福也好 画当然圣英耶稣也好 大家其实一遍 就有一种中世纪的这种 固有的形象的一个呈现 但是这幅画呢 他画的是这个老人呢 跟这个妇女还有这个孩子 因为妇女正在喂奶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很日常的 好像不神圣 很私密的这样的一种 展现形式 然后门口这个 我们叫爸爸啊 他是在这个光下面 正在非常惬意地做着劳动 就是你整个这样的一个主题 你都觉得他都在进行去神圣化 不论是他家里的这个布景 因为以前的耶稣 是不可能出现在常人房间里的 我们在讲15世纪 北方各国的时候 其实捕捉到了一个 一个情形 就是他让圣母已经出现在了 寻常的房间里 但是那个房间 他跟这个房间的寻常度 还是不一样的 那个好像是在影棚的房间 或者说刻意的 场景 日常 这个就是自然的日常 又出现了一个月升 然后呢 包括他这些人物的穿着 然后人物坐在的位置 那圣母是不会坐在这种 木地板上面去捕鱼儿 所以就是他整个都去突破了 惯常以来的 不只是中世纪 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 大家对圣家族的 这样的一种想象 他就是完全变到了一个 日常的场景当中 而且非常的温馨 慈祥 包括人物的表情 动作 衣服 环境 就是它是一个系列的 一种变化 所以这种话你说 它到底是历史化 还是风俗化呢 按伦伯党当时画的场景 它其实是一幅历史画 但是呢 变到了卢浮宫 在一个世纪之后 安放他 或者说处处 就是对安放他的时候 他又变成了一幅风俗化 所以就会发现 其实历史化跟风俗化的界限 是可以被突破的 那我们再来看 历史化和肖像化 这个主题呢 就是八十八 它是这个 也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 讲的是这个大卫王呢 他就是看上了 他一个下属的老婆 八十八 然后呢 这幅 右边这幅场景 其实左边这幅场景 就是惯常 大家表现这个主题 就是大卫王给他 去了一封信 想要诱惑他的一个场景 然后那以往 我们在文艺复兴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 包括后续的这些浪漫主义 还有那个角色主义 等等这一系列 感觉这种左边的画风 就是你会觉得 他更熟悉一些 包括巴洛克 因为巴洛克也就是 十七世纪 偏南方一点的 在这个 安特卫普呀 意大利 西班牙都是主宰 包括法国 都是巴洛克的画风嘛 好像感觉 大家觉得这幅画 更像一点 而且一看它 你就知道 它不是一个日常写生 它不是一个肖像画 它一定是有寓意的 一个历史 因为这边 其实它拿了一封信 但是没有在 这个光下边 那你再看右边 这幅画 你就会觉得 我觉得第一反应 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 是这个少女的一个 肖像画吗 或者甚至可能 理解为风俗画 都不会想到 是历史画 因为它跟 我们印象中 这些历史画 相差的太多了 就很日常 你包括 她的房间的装饰 这些桌椅 凳子 还包括这些 透出的风景 然后包括 女士的衣着 表情 长相 都让你觉得 她不是一个历史人物 她就是一个 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说这种历史画 跟肖像画 它的界限 好像也不是 那么的清楚 再来看 风俗画和肖像画 其实刚才那幅 已经有讲 然后再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你会想到 它可以是 这个人的 一个肖像画 因为他身边的 这些东西 其实是作为 他身份的一个象征 就像我们刚才看 那个谭曼陀罗 那个小丑一样 他其实是 他手里的那个琴 是他的一个象征 他身份的象征 所以这个老人手里 这个东西也可能 是他身份的一个象征 他就是一个 像刚才那个小丑 一样的肖像画 但是他也可能 是一个风俗画 所以这时候 怎么区分 肖像画和风俗画呢 就是看人物 和他所完成的行动 或所处背景 谁为谁服务 那这个其实是 理解起来是 有多益的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 理解为 人物为主 其他的是背景 也可以理解为 这个人物是为了 表现他的行动 或为了呈现 他所在的背景 所以这两者来看 其实他也是 界线非常模糊的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 这个C32当中 任何两个之间 其实他都是有 这种模糊性所在的 于是我们就又回到 脉络这个问题 既然他们之间的界线 不是如此之清晰 然后呢 那他们共同的东西 到底表达着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呢 可能很多人一提 荷兰绘画 十七世纪 都会说现实主义 那关于他的这本 这些书呢 远远不如文艺复兴啊 甚至不如中世纪多 好像大家也觉得 没什么可说的 一个现实主义 就可以用来 就可以概括它了 就是写实嘛 很现实嘛 其实现实呢 在1835年 在法国 是第一次 以现代意义被使用 而当时的使用呢 它并不是指 十九世纪的小说 因为现在一说 现实主义 大家肯定 第一想到的就是小说 它那时候 第一次使用 就是用于 十七世纪的荷兰绘画 但是呢 我们在反思 就是遇到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永远都会先试图去质疑 它真是一种现实主义吗 我们又回到 我们开篇 其实是讲了一个 那个三方军事那张图 大家记得吧 就其实这个十七世纪 它是一个充满硝烟的世纪 包括荷兰也是 因为要么是英国 法国一块联合打它 要么是它跟英国 一起打法国 总之呢 这个年代充满了动荡 充满了战争 充满了硝烟 但是我们看 我们刚才 就是我 我刚才给的这个 荷兰话的分类 不是我个人的分类 是几乎现在所有的学者 都认可了一个分类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完全没有战争 就是哪怕我们在风景化里 也很少去见战争 那其他的几类 更不要提了 这个就包括 战争的那种 很残酷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包括前面的备战 包括战后那种悲惨的画面 甚至你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除了那个公民卫队 但是公民卫队 也永远不是在表现战争场面 它甚至是表现一个 一群男人的聚会 所以就是 如果我们说 荷兰话是现实主义 那么这一个世纪当中 无法被规避的战争 它在哪里 对风景化的个别里边 有涉及到战争 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主流 然后第二点就是 其实画家画的很多的街景 它是并不是真实的 它是画家构建的街景 包括房间里的场景 也是构建的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研究 维米尔研究的很多嘛 就是说维米尔的这个房间 你看似非常的日常 但实际上 它是布置出来的 就是那种影楼 有点像横电影视程的外景和 影楼的室内场景 所以它整个这种日常 是建构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例子 就是同一个画挂坛 在同一位艺术家当中 他的作品里 是呈现不同的色彩的 所以就是这个画坛 它在画布当中的色彩 不是它真实的色彩 而是根据这幅画当中 其他色彩来决定的 就是说它是为了 让整个画看起来 更宁静 更和谐 更美丽 而出现的颜色 而不是说这个画坛 本身的颜色 所以就这些小的点 都可以再Q这个现实主义 就是 那我们所谓的大家 就是都不容置疑的 17世纪荷兰绘画 是现实主义绘画 它是这样的吗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现实主义 其实是有不同 就现实主义这个词本身 就有不同的理解 并不是说完全 百分之百的写实 才是现实主义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 讨论的点 那不论怎么讨论 讨论这个点 其实都是说 它是复刻当时的现实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就不用什么主义了 就是用它是如实复刻 当时的现实 用这个词来指代 替代现实主义 我们在讨论的是 这样这个问题 而不是如何定义 现实主义的问题 那如果说 我们不能说 叫这样来 像上条来说的话 那我们能怎么说 这里边就是有一些人 评价 17世纪的荷兰绘画 比如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摘抄了进来 荷兰人并没有发明 如何将一条鱼 摆放在一个盘子里 他们发明的是 如何不再令这条鱼 成为使徒的盘中餐 荷兰的绘画里面 没有为神和英雄留位置 他们画的就是平民 就是我们刚才反复 所讲的这种市民 荷兰绘画呢 它的这种 就是这些主题的本身 足以构成画面的组织原则 陪衬物获得了核心地位 附属品赢得了独立性 就从这个视角来说 那我们不妨说 我们能不能用日常生活 就是对日常的歌颂 来作为这种荷兰17世纪 绘画的一种 一种总结呢 就是能不能用这个词 来替代现实主义呢 那如果我们能叫 荷兰17世纪的 黄金时代的绘画 能叫日常生活的颂歌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话 那我们进一步追问 它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常呢 因为大家当时知道 当时的世界处处冲突 荷兰也是 甚至一度成为冲突的焦点 但是它室内却是一片安宁 在外面呢 人们追求的是富裕 但是在家里呢 人们洁净自身 家庭以及它捆绑着的女性 来表现的呢 它既不是纯粹的 那种感官的欢愉 也不是为了表现中世纪的 某种这种真洁 它表现的是美德 就是17世纪 如果我们说这个女性啊 作为一种贝宁式的对象 她在文艺复兴时期可能 或者说更古老的时候 她表现的某种欢愉 在中世纪表现的某种真洁 那她在17世纪的荷兰 她表现的词是美德 就是美德对世界生活的浸润 和对人类爱情的一种生化 这是她的那种呈现形式 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比如妇女的角色 经常会有一个就是打扫房间 像我选的这幅画 她主人公虽然不存在 但是看她非常洁净的 这样的一个地板 远处还泛着光 然后她最前边呢 就是一个拖把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妇女家庭的一个清洁和整洁 还有一个就是准备饭菜 这幅画呢画面正中间是一个正在削苹果的女人 然后旁边呢是两个女卷帮着她在收拾 然后这个时候呢 雅各布和她的小儿子呢 就是刚从外面端着一盘雨走进来 这个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是画家精心安排的 就是这些都是摆拍的 这些摆的东西 包括灯光其实都是摆的 然后呢 这个包括这个男孩拿着一个提琴在厨房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在演在厨房里 给他家人拉乐 其实应该是大儿子 他其实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就是男性 他的角色就是受教育和去外边这种 带回来经济作物 然后女性的角色就是照顾家庭 就是她是这样的一些寓意所在 这是妇女的第二个职能 第三个职能就是养育孩子 这个我选的是一场洗礼 这是一个隆重的宗教仪式呢 就是过去是在教堂嘛 现在就换成了家庭的欢庆 然后这里边可以看出来 这是妈妈 这是小孩子 还有她其他的孩子 都在这个画面的前景 就是选这幅画来表明 女性的生养子女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职能 就她的家庭 在荷兰的绘画当中呢 是扮演了非常决定性的 就大比重的主题 家庭和日常行为本身 获得的某种几乎神圣 就类似过去的教堂 到一些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清洁就是人 房子街道啊 这些都有 食物都是丰富的 干净的 孩子都是非常可爱的 活力的 然后呢 除了家庭以外 就是行业 那些智性和劳动 就所有体现的是 日常生活的喜悦 对日常生活的热爱 对某种存在 和某种生活方式的赞许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 如果从现在 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种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讲 17世纪的荷兰 女性是非常被尊重的 它体现在一些经济权力上 比如说继承制度和财产权力 那个时候工作坊的老板 如果死后 他的妻子是可以代替 短暂成为这个工作坊的主人的 就有点像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 中国那时候熟悉的 就是个别朝代 会有这种太后当权 就是辅佐年轻的皇帝 这种感觉啊 就他有点类似的这种制度 但是放在当时 其实已经非常尊重了 总不像这个 这个欧洲其他国家女性 她永远要个监护人 要么就从她爸手里 到她丈夫手里 再到她儿子手里 她永远是有这样一个监护人 就比这种情况 其实荷兰已经好了很多了 然后一方面是这种 继承制度和财产权力 另外一方面是社会地位 就是那个时候呢 整个社会地位 对家庭的推崇 背后其实是对女性的尊重 但是呢 我们在反思 就是这种尊重背后 它是以既定角色 为前提和基础的 就是你如果获得尊重 是以旅行角色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母职 为前提的 所以说这种尊重呢 它不是尊重的是你的个性 它尊重的 与其说是尊重了你的个性 不如说是尊重了你的 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 更或者说 不是针对女性 那时候的男性 也是被这种社会角色 所置雇的 就是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要各司其职 完成这个社会 对你的要求 和对你的期许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差一下 我觉得可以放在 女性的一part里面来讲 这个事情 还是挺有意思的一点 就这种尊重 是不是一种进步 然后是不是想要的尊重 OK 我们再回到家庭 就是 这幅画里边呢 其实 它是一个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秩序的家庭 和混乱的家庭 这两幅版画放在一起 就是更能让大家去 带有某种 道德的训诫作用 或者说道德的暗示作用的 然后再来看这幅画 就是 如果大家 离开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道德的东西 就大家看这幅画 如果作为一个日常的 看的荷兰的一个幻画 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你认为它在说什么 然后呢 如果让你给这幅画起个名字 你会起什么名字 有点乱 那你会想一个这幅画 想什么名字呢 有点下流的隐喻 这幅画 它是一幅风俗画 它的名字叫 戒奢宁简 这幅画里呢 它是画了六个成年人 然后三个孩子 一头猪 很乡土气息 一头猪 一只猴子在右上角 然后一只鸭子 还有狗 还在吃这个东西啊 就是都共处在一个杂乱无章 刚才有大家说到 这个乱 杂乱无章的房子里 中间呢 坐着一对男女 在肆无忌惮的 在孩子面前 喝酒调情 后面一对年纪稍长的男女 正在就书中的问题 进行交谈 但是呢 这个男的 男人肩膀上 站的这只鸭子 哎 鸭子 它其实是暗示 交谈的内容 毫无意义 因为在荷兰 尼德兰地区 它的民间谚语 有一句话叫 鸭子嘎嘎叫 寓意为叫声响 但空洞无误 其实这个鸭子 就在隐喻 他们俩这种 毫无意义的交谈 然后在餐桌旁 我们再换一个 视角来看 臃肿肥胖的家庭 主妇正在打盹 然后它旁边呢 就是狗在吃餐盘里的食物 小女孩在这个 壁炉里去偷硬币 然后呢 这个小男孩 学着大人的样子 在抽烟 然后拉提前的这个男人 却对这些偷盗行为 和混乱的场面 还嬉嬉 嬉皮笑脸 视而不见 然后再看这边 右边呢 这样有一头猪 他的嘴里 闲着这个酒瓶塞子 我们从这儿能看到 又给了一个细节图 然后呢 用鼻子在拱地上 一朵玫瑰 它是代表的浪费 因为在尼德兰的 谚语当中呢 猪闲着盖子走 象征在晚餐时酗酒 然后在猪面前 扔玫瑰花 代表浪费 然后那只猴子 它在这个挂中这儿 拉的这个摆中 意识着人物的愚蠢 竟然忘记了 就是这些人物的愚蠢 竟然忘记了 时间的流逝 更点题的是 作家还不忘了 在右下角 就这个猪旁边 这个小黑板上 直接写了几个字 就是 借舍宁简 英文名就是 beware in luxury 就它是点名了 这个画的主旨 就是让我们传统 看这样一幅画之后 它就解读出了 非常多的这些 寓意 它其实是有一个 道德训斥的一个 节俭持家理想的 这样的一幅作用 就是看起来一幅风俗画 它其实背后 全都是道德的训诫 甚至 这样一幅 禁物画 也充满了 道德的训诫 这个就是一个 盛满酒的 一个玻璃杯 一块面包 和一块匪鱼 看起来呢 就有一种 它的色调 也非常的宁静 优远的气质 但是正是通过 这种唯美的形式 和秘密的象征呢 克拉斯江资产阶级 市民的这种 道德化 就是忧郁当中 又透露出了一种 趋向于美德 和简朴之间的 物质平衡的 这样的一种关注 仿佛画中 所展示的 亲切的气氛呢 是以一种 缺席的财富 为基础的 但是呢 超凡的田径 则只能在 差强人意的条件下 得以维持 如果画了 非常丰富的食物 它可能就得不到 这种超凡的田径 它就是一种 爆发护浪 所以它其实就是说 任何超过了 基本需求 界限的剩余 任何使餐桌 变成某种炫耀 或放纵的行为 均会破坏 也许只能从 简朴的事物中 才能产生的和谐 就是这种平衡 就这样一幅 静物画 都能充满了 道德的 迅诫 或者说 道德的意味吧 就当我们 从这个视角 道德的这个滤镜 来看荷兰文化的话 它几乎所有的话 都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解读 所以说就是 你就说 它所有的话 都是在训诫嘛 但是呢 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真的美 就是即使你不知道 这所有的道德训诫 它依然非常美 它画中年轻人的 那种活泼和天真 就能抵消了人生 空无享乐 就是短暂意识的 这种主题 所以十七世纪的 荷兰画家其实是承认 道德的存在 但是又通过他们 对生活的强烈的热爱 对世界中 对存在的那种愉悦感 实现了对道德的超越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 十七世纪绘画 荷兰绘画 给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 一个 萧萝卜皮尔和苹果的 这样的活动 第一次同君王的加冕 或女神的爱情故事一样 成为一个有资格出现在画面中心的行动 正在做家务的女性 被放在了圣人 或者古代英雄的著作上 所以说它是表现了一种 日常生活是最高的颂歌 由于发现了日常生活之美 画家们现在成了美德的立法者 绘画不再是映照美的镜子 而成了皆是美的光源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觉得不选现实主义 它其实它不是说完全的在线 它是有取舍 甚至是有装饰的一种在线 然后呢 这个在线的是什么 它其实在线的是日常生活 但是它正是通过这种取舍 通过舍弃战争 来选择人们在屋内和庭院的日常 然后呢 又通过这种色调啊 这种氛围啊 这种布局 甚至到服饰 到这种表情的选择和滤镜吧 它目的是为了把日常生活 作为一种最高的颂歌 来予以歌颂和颂扬 所以这就是我理解的 整个17世纪的荷兰黄金世纪的绘画 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剩下的话 大家就是之前我们提了 现代生活的英雄 之前我们提了一些 对你一说到这个现代生活的英雄 又回到那个是不是这是大家现在喜欢 维米尔的一个原因呢 他是不是他画中的这些东西 这些人物 这些场景 就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英雄呢 他是不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讨论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几个 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讨论 现在把时间交给贤阳君吧 好 哇 郭老师的分享 还是信息量如此大 我控制了两个小时 我快把自己讲睡着了 挺厉害 对 其实我觉得你抓这一点 还是挺关键的 就是日常生活 因为我再cue一下 艺术的故事 因为我们还是 回到一下 贡布里希的文本 他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 就他在讲那个进物画的时候 他就提到 就是画这些进物画的这些画家 他们逐渐证明了 绘画的题材远远不像人们 所曾想象的那么重要 就正如平凡的词语 可能给一支美妙的歌曲 提供歌词一样 平凡的事物 也能构成一幅 尽善尽美的图画 所以 而且他后面又说了 那个 就是说荷兰的这些画家 17世纪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的探索 和他们的绘画 最后就证明了一个 是就是题材是次要的 如果结合之前 反正也是分享巴洛克的那些艺术嘛 之前意大利 说那个 意大利的那些画家 卡拉奇还有卡拉瓦乔 他们大部分还是画的 宗教画 虽然他们用了日常的一些人物 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场景 但他们的题材还是宗教画 那个像维纳斯凯兹 他就画西班牙宫廷 卢本斯他也是画很多宗教画 以及一些这种寓意画 还有比如说给那个法国王后 那个玛丽德梅蒂奇王后画的那种 带有一点点神话色彩的历史画 他其实都是在讲这些 无论是宗教啊 政治或者是神话这种题材 就题材是很重要 但到了荷兰绘画者 他这些题材就不重要 所以像郭老师刚才 也在去 去摸那个不同类型绘画之间边界嘛 其实他他把一个那个历史 他可以画到非常非常日常 而且有很多绘画 他本身就不是什么宏大的题材 他就是一个家庭的场景 或者就是一个静物画 一个风景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荷兰绘画的 这个关键点吧 那我觉得其实 荷兰这些荷兰绘画还挺有意思的 就因为之前那些绘画 你可能总觉得会有点距离感 所以到荷兰绘画这 你其实一看都是我们生活的场景 所以就像郭老师提到 有很多人喜欢维米尔的话 或者说我们今天还看那个 维米尔的那些画 就觉得很亲切 那确实他就是跟我们现在这种 生活是很相关的 就我们每天 我们已经不再去面对那些 比如说那种大的历史 或者是一些宗教的 宗教内容 那我们每个人就是这种 平常的生活 工作 然后回家 这些家务啊什么的 那我觉得就跟这个荷兰 黄金时代绘画里面的 他所画这个内容的场景是很贴近的吧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亲切 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这种象征的东西也挺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图像学的一些东西蛮有意思的 虽然还有一点就是 他其实跟新教确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就我老想那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最早就是在这个加尔文宗 他这里出现的 所以荷兰的这些 包括他画很多家庭 像那个刚才说那个不要 什么来着 借车宁减吧 就是说大家要节俭 然后虽然都是商人赚钱 但是也不会太挥霍 也不会去过于享乐 就是一种 还比较普世的这种道德 就跟韦伯说那个什么新教伦理 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 也是挺像的 怎么下一期就是讲伦伯朗是吗 对是的 主要讲伦伯朗 然后维密尔不是也是下次讲吗 可以下次应该 还有一个朋友 他前前一阵就去看那个展 他买到票了 对他他现在都回国了 哦哦这个样子 对反正就是他前一阵就去看了 那个阿姆斯特丹那个荷兰 玻璃博物馆吧 对你刚才补充那个大展 你刚才补充那个轮 那个啊不是你先说 我这可能有点支度 反正就下次分享的话 我们就会找他来先分享一下 这个维密尔的一些话 或者是观展的这个感想 对应该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 带过来 就现在维密尔的东西 我今天我前一段时间简单缩了一条 我发现还是做了很多的更新的 就是他一直都在关注 然后学术一直对那些神秘的东西 在做更新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嗯对 你刚才是还在说什么 哦我刚才就是你补充那个 资本主义那个新教的那个 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 那个是的 就是其实他 他所有这些低调的奏法 其实背后就是资本主义的 就是这个新教伦理的推动 而且荷兰 因为加尔文宗就是这边的 算是发源地之一吧 或者发源地周边吧 他对他们的影响 就是资本主义能兴起 其实背后就是这种 你的钱首先是上帝给你的 不是让你来用的 然后呢 但是你赚完钱 你需要让钱再生钱 就所有资本主义这一套 其实你从这个内核来说 就是赚钱不是为了自己享用 是为了钱生钱 他就是新教伦理给出了这一套的东西 所以其实荷兰就是在新教战胜 在北方这几个国家吧 战胜了这个天主教之后 他的一个自然的一种体现 在经济上跟资本 就这个制度上的一种体现吧 就是跟你共鸣一下 对 郭老师讲这个历史社会背景 其实挺重要的 而且讲得非常清晰 你就知道荷兰 为什么他的绘画跟 跟那个弗兰德斯 就他们距离其实特别近 就一个北尼德兰 一个南尼德兰 但他们画的题材 风格就是包括这个艺术市场 就特别不一样 有点像朝鲜和韩国 对 就他整个一套制度文化 他的这个信仰啊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他的反映到绘画上 那个题材就差异很大 这就是我们所谓艺术社会史的角度 我觉得在荷兰绘画这里面 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就是没有怎么讲风景画 但是我就注意到 荷兰的风景画 它的分化就特别的细 就是很多画家 就是一类画家 他就只画那很小的一个范围 就比如有的 他只画海军这一部分的 然后有的他就只上上画树 或者是甚至有什么 我自己总结的什么什么 金色阳光 镶着金边的那种云 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范围 但是相比而言 就是其他的 比如同时期的像法国 就我感觉所有风景画画出来 都是Claudia Lauren 那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就没有什么差别画 我就想请问一下郭老师 这个您觉得是 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我说一点 我的一点小的想法 不一定全面啊 就是其实荷兰当时的那些 所有类型的话当中 它最好的 最好卖的或市场需求 最大的就是风景画 因为风景画的话 就好像是人人都需要一样 所以说正是因为 它巨大的这种市场需求 加上它当时的那个 因为它受资本主义影响很大 它那个分工是非常的 就是资本主义化 就很细节的那些分工 所以说就是 当一个市场需求又很大 你又有资本主义 这个土壤的时候 你天然就会走向行业细分 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 你是最省事的 就整个是最经济效率的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的话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 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点 我想到的角度 因为它 就是被卷卷出来的是吧 或者说是 对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 被滋养出来的 就别的画家 比如他想专攻一个 可能市场不支持 但是荷兰那边需求最大的 它远比肖像化 风俗化需求要更大的 就是风景化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像之前的意大利 还有之后的法国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就是那种学院派嘛 就是有一个 这种比较主流的 这种核心的 那荷兰好像是 没有这种 就是比较集中的 这种一个风格独宰的吧 这也是跟刚才说的 那个资本主义 就这种高度分化的市场 有关的吗 我觉得它跟它的 需求方的性质有关 你比如说在 法国也好 意大利也好 它可能 它相对来说 就是宫廷的文化里面 或者说那些贵族文化吧 我意大利不能叫宫廷 它叫皇 然后这种贵族 就它是 它的需求方式 是单一 或者说是寡头 少类的 所以说他们当中的 一两个人就能左右 这个当时的绘画风格 你比如说 我们就说那个 普马杜夫人 她不是搞出洛克可派吗 就她一个人 就能影响整个宫廷 所以说可能是 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荷兰 它就是分散了 它的需求端 是非常分散的 然后呢 所以说就是 导致它没有一个人 有能力决定市场 因此的话 大家就是根据市场需求 来怎么样做 所以说就是 你相当于你不用说 我成立一个组织来怎么样 你就是自己 你捕捉到市场需求 你通过行会 可能有一些 怎么样的一些引导什么 就它不是一个 极权的体制 不止体现在它的政体 还体现在它的商业 所有影响的 各个方方面面 包括绘画 那说到这个 那当时荷兰的王室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地位呢 它其实保留了王室 但是从那个威廉 他当国父以来的话 他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不是特别的 主导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形式吧 因为他不是那个 完了之后 他还跟他老婆一块 跑到英国 不还是当了一阵的 对对 所以他其实地位 就是大家 类似那种给你个面子 他甚至还不如君主立宪 我觉得 包括现在荷兰王室 也是很穷的一个王室吧 那当时有什么军事之类的 还是王室在管吗 还是有别的 他们更多的是议会 你看那时候 查理武士当政府之后 就都是他要求 三级议会来给他解决问题 所以很多的时候 他们都是各个地方的议会 来解决 因为他是个共和国 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 省的权利 就像联邦的权利 还不如下面 各个自治地方的权利更大 明白了明白 那时候的争议 是省之间的争议 而不是王室和议会之间的争议 谢谢郭老师 我也只是说一下 我的想法不一定对 对 我就说一下 这第一个问题 基本就是这样 这个在贡布里希 他这一章其实也提到过 因为贡布里希 他非常注重 从艺术家的角度 去讲述艺术史 所以他当时就提到了 其实跟艺术市场形成有关 马就何兰 所以我可以念一下 他这段话 对他就说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内卷 就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每一座荷兰城镇 都有许多艺术家 在货坛上摆出他们的画 较小的画家 要想求个名声 唯一的机会就是 专进一个特殊的绘画分支 然后大家都是去打听 就是其他人 公众想要买什么 他就画什么 所以他就钻得特别细 就像刚才这个同学说的 他也举了什么 画语的画家 就是怎样去描绘 这种银白色湿漉漉的鳞片 然后画海景的画家 就是专注那个波浪云彩 然后十分精确地描绘 这个船只和船上的索具 对所以他们这些画 就是现代历史学家 都把它当成那个文献来研究 就画得特别惊喜 然后每一个人 就是专门搞一个 非常细分的一个领域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感谢郭老师的 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后下一次就继续 那个讲伦伯朗 还有维米尔的那小部分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